早期除了正常的迎对之外 海外家人都回来 那其他我们有本会的同仁 或者是海外有会晤需要的菩萨回来 一个人也接 十人也接 百人也接 肩负起国门之都的重责大任 桃园慈祭志工二十多年前 开始学习接鸡 迎接从海外归来的慈祭家人 不知道接送鸡的真正的意涵 当我到达陌生地的时候 那时候心情是很紧张也忐忑不安 那看到当区的慈祭人 穿着蓝天白银的身影 在机场来接我们 那时候我就感到很安心也很温暖 这时候我就明白接送鸡的重要 点滴爱心化作文字 近几年志工统整接待史 虽然采访赶稿时疫情正严峻 但将近四十位志工 还是合力完成书籍 印象最深刻遇到的困难 只要问师兄师姐 师兄都说 那久了都不记得了 你不要问我 大家做的都同样 但是我们团队 就是发挥拜托 又有真心 就是要把这本书完成 环保香机清扫 样样任务 都有庄天灵的身影 会踏入慈祭 是受太太黄鼠珍影响 我们团队在 去年 癌细胞转移 就决定在 去年五月三十一 提早来提供 在那厨好好地不愿意 我们团队在这厨队的时候 在这厨队看他 做得很高兴 所以说我就去报名做 建许的志工 我有在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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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但是孩子数 一直生怨 我就想说 啊 这样我也要来邀请我家来的人 由我吃一百当的素 讲到分享 分享给我 当他妈上跟我说好的时钟 有感动到一直厚 虽然 是啊 身体有病啦 但是呢 我们有这些尊 我们利用这些尊 在这个茫茫的海中 我们可以呢 即使来制度重新 低法 方法 把法带入日常 即使因为病痛难行 仍发挥影响力 扩大善联衣 戴爱新闻林一婷 许英豪桃源报导 我们下期许英豪桃源报导